那接下来我们邀请第二位讲者 是台北大学金融合作经营学系的 黄启瑞教授 来跟大家分享 欧盟社会永续分类标准跟永续转型 那我想黄教授就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架构 好 黄教授请开始 好 两位敬爱的周老师 董事长 新老师 还有各位非常敬爱的 我们富邦金的金融先进 跟台大的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非常高兴 刚刚东老师说 他从台大毕业三十几年 我才毕业二十年 但是不是我保养不好 是因为我是博士班毕业比较后面 那东老师可能说的是大学毕业 那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 分类法 分类的这个系统 那当然从国外上 如果我们讲整个ESG的分类系统 那大概全球最完整的就是欧盟的这个分类系统 那EU Taxonomy是从2020年3月 距离现在大概四年了 那四年前就推出了一个这个分类系统 他们叫做EU Taxonomy Regulation 那这个Regulation是因为是这个资委会推出的 那法律位阶很高 法律位阶高于各个成员国家的法律 那推出当然之前在大概2018年就开始着手进行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立法工程 那跨产观学各界 跨欧盟的所有的成员国 大家一起努力把它推出来 那推出来的这个 这个没有社会这两个字 那当开始2020年3月的那个版本是 就是欧盟分类法 或欧盟分类系统 没有社会 那这个分类法总共跟大家报告 它法规法律的条文 大概31页 密密麻麻的12号字 行距是12点 不是12行 12点 所以非常密 密密麻麻 如果量化它法律的重量的话 它相对应的这个报告 还有相对应的每一个手册 全部加起来 大概有3000页 3000个page 那因为我们是 这个经管会委办研究的单位 我们全部都要看 那看过之后就觉得非常敬佩 是一个很大的法律工程 非常大的工程 那当然我们在台湾把它接地过来 我们在2022年12月 推出了一个第一个版本 我们那个版本是18页 但是我们重要的内容 大概都有catch up在里头 有catch up在里头 那第一代的这个环境的部分 环境的部分 我们那个有没有跟社会有关 因为环境的面向 它涵盖大概15大sector 15大产业 156个经济活动 那cover大概欧盟 80%的经济活动 范围可以说非常庞大 它针对不同产业 不同经济活动 然后六大环境目的 从气候变迁减缓适应 还有这个自然资源 这个循环经济 水资源保育污染防治 总共六大经济目的 几乎每一样尽量去定出量化 衡养指标 那满足的条件就是第一个 至少这六颗里头 要有一颗是顶标 跟台大的学生一样 要考顶标才可以 前10% 那第二个条件是 其他五颗也不能太差 要均标以上 那最后一个环节就是 前面两个都是环境 都是环境面向 那最后一个环节就是 我们在环境转型的过程 也不能牺牲 这个员工劳工的权益 所以它的第三个条件 就是社会面向 它的社会面向就是 就是不能够 就是要维护 员工跟劳工的基本权益 那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 那推移到社会 欧盟的社会分类标准 它是又过了两年 大概是在2022年3月 欧盟就 既环境的这个分类标准之后 再推出这个 社会的永续分类标准 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新 在国际上非常新 那它也订出一份手册跟指引 大概这个有84页左右 有84页 你只要打EU Social Taxonomy 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连结 整片手册可以下载下来 有84页 那我们今天只有15分钟 所以我们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 它的精髓跟内涵 它有分成三大社会目标 那这三大社会目标 就这个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EU的这个环境分类法的部分 已经在欧盟完全上路了 那在欧盟上市的这个上市公司 大部分都已经几乎都揭露 他们的试用笔符合笔 这些永续纯度 那金融机构的部分 欧盟的金融机构也都揭露 金融机构自己本身的试用笔 那渴望在今年年底 符合笔的部分 金融机构也会做揭露了 那所以说 在欧盟的这个环境分类法的部分 已经上轨道了 相当上轨道 已经很有成效 那国内现在也开始往上 在follow up这一块 那目前金管会已经公布的 刚刚讲18页的版本是1.0 第一代是中华经济研究院 跟金管会受委托一起做 那第二代是我们台北大学团队 受金管会委托做 那第二代的指引 如果年底顺利上路的话 预计内容可能大概80页左右 那是环境的部分 那我们讲社会的这个部分 因为环境大概执行告一段落之后 下一个阶段 可能就开始往这个方向 社会面向开始去做要求 那它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 体面的工作 体面的工作就是包括 我们直接劳动的这个 这个权益跟扶植 要受到尊重 那这边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在国外讲 人权 公权等等 是一个已经 就是法规上已经非常完整 这个我们周老师 新老师都是专家 那已经是非常法规架构 可以说是非常完备 各式各样的劳工的权利 都很完备 那在国内当然这个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继续精进 那我们在这个一些财务 财务期刊上的量化指标 我们最近也发现 就是这个三大面向里头的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在各个ESG的资料库里头 大概都有ESG的S里头 都有这些衡量变数 我们如果在衡量一家企业 不管它是国内的企业或国外的企业 在衡量这个劳工或人权 它又都有几个 不管是MSC啊 DCS啊等等 不过国内的资料库都有 那我们发现这个变数 其实啊 它对这个财务的解释力蛮强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金融机构 在做投融资的时候 如果看到这些 这个社会变相的这些变数 它呈现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 它在投资上 是很容易有产生超额报酬的机会 那even我们最近有做一个实证 登在国际的顶级期刊 Q1的期刊 叫Gener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我们就发现在美国 6000笔并购的资料 那做了快20年 6000多笔 就发现 这个主并公司要获得超额报酬 透过获利 透过并购不容易 尤其是并购后 1 2 3年都能够有超额报酬 这个不容易 那我们就发现说 美国的这些主并公司 当它并购的被并公司 或者主并公司本身 它的这个S的这个面向 很好的时候 在并购的过程 人才不容易流失会流下来 因为人才之所以是人才 它会观察 它就发现ESG里面的这些变数 这个特别厉害 第一个体面的工作 这个变数很厉害 那所以 这个其实在我们财务上 也有很多很有价值的地方 那欧盟在订定法规的本身 他们在制定这些法规 其实也都会看 我们看他订的这些手册办法 很厉害 它不是只有这个 大家意见听一听而已 它是真的会去参考 它后面引述了非常多 国际顶级期刊的文献 不管是在这个社会学的 不管是环境的 社会科学的SCI SSCI EI的 他们通通会看 他们会把学术上发现的重要发现 当作他们订定法规的重要依据跟参考 所以这些变数都不是随便来的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在 终端使用者的生活标准 生活福祉要受到照顾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企业所在地的社区 要建立一个包容永续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地区盖工厂 盖厂房在盖公司 不能影响那个社区的土地权利 或是永续的生计 环境 这某种程度跟环境也有一些connection 有一些连结 那再来就是要有什么样的实质贡献 才能称为在社会面向上 是有具体贡献的 他也有一些具体衡量的方法 比如说不能有 如果有负面影响的话要怎么解决 那怎么这样强化 已经是正面的影响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跟SDGs 17项永续发展目标也要做一些连结 那最后当然有一些enabling 就是可以有效去协助 有效去协助社会效益增加的部分 包括提供技术服务或基础设施 给所在地的这个社区 好那DNSH就是说 什么叫做我们对刚刚讲的这一些 社会面向的变数 社会面向的要素不能有重大危害 我等一下用讲到国内的部分 我们再用国内的条文来做的例子 让各位先进更容易理解 那这个就是欧盟的这个社会分类法 它原始的条文 针对不同的产业 比如说我们刚刚市长很强调的 这个这个对于社区的发展 对于这个当地的发展 那怎么样可以永续土地的利用 然后呢这个这个食物的安全性 然后财产不能财产要受到保护 还有永续的森林 这个很多跟我们建筑业有关 很多跟我们这个永续建筑 绿建筑的一些变数有关 那也都规范在这个社会分类法里头 那东协 东协因为新加坡的关系 因为欧盟一有新的规范出来 新加坡大概只有差一年的时间 就定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在讲欧盟的 这个环境分类法2020年 新加坡2021年 那接着紧接着跟东协的 又帮东协就定出来了 那这个社会分类法也不例外 那它基本上的架构 就是欧盟版本的简化 东协跟新加坡都有这个版本 大家看到这个社会因素的 这个地方就是 社会地方要促进保护人权 那避免强迫劳动 或是这个同工的部分要注意 然后对于这个投资当地 社区的民众的福祉 要强化 那接着谈这边就是国内的部分 我们国内的这个 刚刚讲了我们的1.0 我们的永续经济活动认定指引1.0 还有现在正在即将要上路的2.0 那都有一个第三个条件 一个经济活动要符合永续 除了刚刚讲的 要有一个环境目的 是要做到有具体贡献 就是要做到顶标 那第二个是其他的五个环境目的 也不能太差 那最后一个条件就是 要符合最低的社会安全保障 在环境转型的过程中 不能牺牲员工的权益 或劳动的权益 那怎么样叫做会违反 可能会违反劳工的权益呢 那国内的规范是这样 用负面的方式来说明 不能有重大危害 那就是这些条文 我们把它列出来 国内上我们这个也是仿效 刚刚讲的欧盟的精神 不能违反公民 公民的这个国际公约 儿童的这个私刑法 身心障碍的公法 上面是国外的 那下面是国内的 就是劳基法 职安 职安卫生法 劳工保险法 就业保险法等等 那不能有重大财处 那重大财处 这边包括三大项 第一个 就是不能造成公司 有重大损害或影响 那第二个 不能被有停工 停业 接业 废止 或撤销 污染 许可等等 那第三个条件就是 相对应的这些 所有的国内国外的法规 单一事件的裁罚 不能够超过100万 所以100万是一个门槛 不能有劳工相关的法规 被裁处超过100万的情况 那怎么样去建立一个 参考这些国际上的新的规范 或是国内的这些新的 这些ESG相关的规范 那怎么样去推动这些 公平集体的劳动关系制度 那我们这边也整理一些 国外的文献 那大概归类是 从ESG的角度出发 当然ESG角度出发 是比较笼统的 那如果单纯从劳动法来看的话 可能会更加精致 那大类上的话 就是法规跟政策 谈判的平台 还有教育训练跟社会对话的机制 那整理大概三大类 如果看国外的话 德国是比较 就是共同决策的方法 有工人代表 工会影响力很大 那北欧国家是走三方协商 跟福利国家的做法 那美国是比较集体谈判 就是法律律师来谈 法律保障跟工会运动等等 那个形态不太一样 好那主管机关的部分 当然这个 在强化社会面向的方面 可以做些什么 那我想尽管会在ESG 这边包括ESG评见也好 ESG报告书 这几年做了很多努力 那也在很多平台ESG Information Hub 还有最近金管会刚成立的永续金融网 都提供非常多的资讯 那社会债券的部分 社会债券的部分 目前国内这个相关的办法 大概在2020年左右公布 已经有29档社会债券 总共发行金额大概639亿左右 那这个部分 当然是可以很具体去协助的方式 那各个国家各个城市也都有 利用不同的金融工具 这特别是社会债券的方式 来协助企业协助社会的面向 可以做一些提升跟改善 那以上 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些节奏交流 希望有些工作 谢谢